各位先生好,我是雷文,和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蘇惠賢馬房近來的氣勢都有點翻回來 聰明導彈就說贏了馬 蘇惠賢的手馬好像不錯 好像其中第八場那隻好好彩彩 曾經休過整季式 錢櫃在姚本輝那裡 以一個超班的姿態贏了四班賽 其實這隻馬的右腳傷患都是比較嚴重的 足足一休息就休息了十八個月 直至上一場去到蘇惠賢的馬房 跑場谷草一千 小弟都報過那單馬場花生 競賽小組問他為何要換配備 前一次在姚本輝馬房用過這樣的配備 又說跑得好又贏了馬 為何要換配備 蘇惠賢一輪上去又解決 又指手滑腳又A又B 直至那場谷草 就撿了一個聚外檔 初上三班 跑谷草一千 撿一個聚外檔 然後留在直路那裡 衝一段 走勢都是不差的 蘇惠賢 拼咪的時候 認為這隻前季 在姚本輝那裡 叫做明星馬 很好彩彩 他說可以令到他今季 重新立入正軌 去延續這隻馬競賽的生涯 他說首先當然要多謝馬主 給足耐性 一頂高帽就由頭套到腳趾尾 馬主就呃 一聲就倒閉了 他說好多謝馬主對我這麼信任 有這麼多時間 給我慢慢調理好這隻馬的傷患 這樣說 他說最緊要就是 在重發長時間的跨季休養 一是就不休啊 一休休足一季 他說也都加速了這隻馬 是復原的速度 這一隻好好彩彩 休息了一季上場執過外檔 衝了一段回來 這次就佈跑了這一個 這樣的第八場 3月1號的第八場 就三班千二 上次撿過最差檔 這次就撿過黃金一檔 上次競賽小組問了一堆東西 那就是除了所有配備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都要檢查資料先 除了眼罩 最後衝了回來之後 表現都是不錯 聽說蘇惠賢這樣說 扔了這麼多心機 這隻馬 他這樣打咪這樣說 上次假圓話之後 應該好像偉達那隻 港寧王也是 今天一對馬都有出 曾經被競賽小組 滴了去問 為什麼贏馬呢 是敢配備啊 為什麼這次你又換配備啊 假圓一輪話這兩隻 港寧王就一個win 接著就 再出就失了車 沒得說 這隻很幸運 撿過十二檔 在快活谷 都衝回第五回來 衝回第五回來 那對著什麼馬 這文 這文 看提大家 那場的時間是五十六秒一一 頭馬就是阿摩菲道馬道 那隻當家猴王 接著跑第二 就是貴內水準極之穩定 而那天有些陷情密密的 跳出世界 還有高東尼那隻 萬事厲害 都認真是厲害厲害 跑第四那隻就是海船 但是這次小弟 看過報名表 排位表 不是報名表 那八場三班千二 又有偉達的輝煌心 又有些什麼成才 大俠士 還有些家應傳奇 盡黃星 開心人生 首飾大勝 而蘇偉賢這一場 亦都是不簡單的 整支雙叉戟出來 沒有三叉戟 是雙叉戟 因為這場蘇偉賢 就出兩隻的 好好彩彩 和快樂歡騰 而是快樂歡騰 就是第一選擇 好好彩彩 就是第二選擇 真的要捉一捉 練馬師的部署 和心意 講完這麼多 老鳳都補一飛 就是各位師兄 買不買這隻 好好彩彩的 蘇偉賢是這麼說的 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好彩彩彩 說來又說 容天鵬 貴初成績 認真一般一般 但是開始都有點起色 現在拿了12場頭馬 距離畢業 因為他在松化有開馬房 要有18場才可以畢業上岸 其實不用跟容天鵬擔心 子彈如魂 雖然近來有些馬被人拉倉 但是新兵也不少 今次容天鵬派五隻馬上陣 其中第二場五班 千六米有隻叫潮州小子 這隻潮州小子 其實這個潮州系的馬 我記得 蔡若翰剛剛來香港開倉的時候 都是憑著一隻叫做潮州英雄的馬 好像爭取成績 這些不說 這隻潮州小子 上季的演出 影真 這隻馬上次 一落到五隻馬 三隻馬 但是今季的潮州小子 跑了七次 是七比零的 演出 影真 是大幅去走樣 怎麼走樣 這隻馬 好像美女結婚一樣 一結完婚之後 身材就走樣 但是這隻馬上次 一落到五班作賽 就跑過第八回來 聽聽容天鵬 怎樣分析這隻潮州小子 容天鵬就說 對潮州小子的今季成績 是感到好失望這樣講 但是呢 他認為這隻潮州小子 一道一道五班 將會有較大的競爭力 榮天鵬之這樣講 他說這隻老家伙 呢 現在又粗得 又吃得 出爭的拿手的田草 百萬 Quintём 今年17 00 S&1 希望呢 是和有機會去爭取好成績 這隻潮州小子上季究竟是不是已經擠牙膏 但是今季已經下了五班 容天鵬就說他在五班競爭力會比較大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潮州小子 當然各位師兄自己去定奪一下 講開又講 阿摩接受了潘先生的意見 不要去杜拜 無謂浪費機票 田氏家族這隻忠心勇士 阿摩馬主都決定不去中東跑阿喬斯短途的錦標賽 這個千二米的一級賽草地 因為他解釋就是潘頓試完閘之後 就說這隻三歲野狀態不夠 今早潘頓受波麥的時候 就有些事寶寶菲跟大家說 他說我早前拆騎忠心勇士 即使試襲是贏馬回來 但是我認為這隻馬的狀態 是未夠悔悔的說 他說如果阮晶杜拜 去強行吹谷這一隻馬 是會不利他日後的發展 對呀 男人的事不要強行吹谷 也有他順其自然 他說因此認同大摩 給他一些時間操練 再重新踏上征途 因為這隻忠心勇士 但是祖國牌跑過第三回來之後 檢驗到這隻馬是法國燒 然後就被他休息了 慢慢再重新打磨 搬頓試完閘覺得不夠fit 所以就不能去外遠征 講開又講 講開試襲情報 試襲情報2月28日 看看有些什麼馬是特別動態好的 那隻跳出世界 上次輸了給當家猴王 照著內蘭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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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由巴道換回莫雷拉 去試這一貨集 試過1050米集 1分02秒9 末段22秒8 沿途走位211回來 對這隻快馬來說 這個時間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輸完一場之後 急急走來試貨集 動態當然是積極 至於阿塞另外一隻叫美麗滿載的 都由田泰安走去試襲 跟著就跳出世界一齊回來 沿途走位三四二 另外苗里德那隻一路順風 季初搏來搏去都是得過近字 小見了他一陣子 又不斷換了路程 今天交給徒弟黃俊 沿途走位123回來 看看這隻一路順風 會不會趁著老廟這陣子的馬回來 看看這隻馬會不會 好準機會 跑一場 說到第二組 沙田千二米泥閘 上次 容天盆馬房那隻閃耀榮光 由阿莫雷拉 薄過一劑來的 跑了一個 pace 那場馬小弟覺得這隻馬的水準 交得不錯 今天急急找到莫雷拉 去試貨千二米泥閘 沿途走位一一一 找到莫雷拉 1分11秒5 末段23秒8 對這隻馬來講 這一貨試襲的時間 都是沒有特別壓力的 另外那隻 蘇惟賢一隻叫做眾善即福的馬 這隻馬已經去到五班 蹬蹬蹬蹬到這裏 不過這隻 從未有個表現 今天找到田大安來試貨閘 沿途走位222 至於蘇寶羅近太 有些馬試襲都交得到表現 那隻天王巨星 由蘇迪雄滴滴仔 試襲就有你份 出賽就沒有你份 雖然大家都是姓蘇 沿途走位754 以蘇寶羅馬房來說 有些走勢給你看 好難得的啦 另外呢 就講到那隻這樣的好 好計 潘先生走去試襲 比較積極一點 這隻馬我記得今季 駁過一劑 都未交代到的 下四班那次駁了一劑 輸少少回來 接著就神龍見手不見美 今天找到潘先生 走過千二米來襲 1分11秒5 沒段23秒8 沿途走位995 回來呢 都是有些走勢的 講開又講 到第一組的試襲 這隻極速進馬 季初就一直燒啊燒啊燒啊燒 燒人 燒到跟著一降班之後 就爆了一場爛門位置 羅富全馬房 今天急急腳 又走來試貨千二米來襲 試襲 這隻馬出名就夠快 試過1分10秒9 回來 根本就毫無壓力的啦 一一一走位 回來 沒段23秒3 時間買太距了 另外 田泰安和蘇寶萊 又有隻韋小寶 駁完 又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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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過試襲了 四千二米集 沿途走位772 都是他的走法 另外 方仔有隻綠色用盡 找到莫雷拉去試襲 沿途走位323 這隻綠色用盡 找到莫雷拉 另外丁冠豪 呂建威一轉去爆了一場爛門的活力名區 上場就跑回差了一點 找到黃浩男子去試襲 沿途走位434 都是OK的 因為這隻馬不是這個路程 另外呂建威那隻泥地好手 福喜多多 今天莫雷拉又沒有幫他試襲 竟然試了方仔那隻綠色用盡 這隻福喜多多貴初 那時候找莫雷拉一騎上去就贏 這次呢 找回她徒弟仔何摘爾 可以見到莫雷拉可能爬到綠色用盡 那裏可能是有點緊繃的 這隻福喜多多 上次跑場草地都說他都是照搏的 都是很近回來的 沿途走位245 那是啦